今天我来到了即将开业的长沙Apple Store 店铺地址位于非常热闹的国金中心 外墙是Apple Store第一次使用渐变色的玻璃 借对面的反光还是蛮明显的 特别是晚上 有网友调侃说橘子水晶酒店获成最大赢家 这次的开业slogan是胡来胡有礼 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现在是早上的6点51分 可以看到门口排队的人大概有30个左右 人还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们现在赶紧来到队尾站一个位置 我去上班把这个船给下面后面来的伙伴 好的交给你了 好 这位小哥给我们自发提供了早餐 麦当劳的麦满粉和咖啡 还是非常贴心的 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我们俩上次见面放在北京了 好 点好 你是从北京过的地方 没有我从南京过来的 然后上次北京也是从南京过去的 我们应该再来一个合影 好的好 点好 你是从北京过的地方 好的 这次苹果的开店里依然是经典的盒装T恤 正面是长沙店特殊设计的苹果logo 背面是开业的slogan 另外还有一张漂亮的贴纸 整个Apple Store的设计和其他2.0版本的店铺大同小异 这里就不多展示了 看似两层的内部空间实际上只有一层 较小的面积还是稍微有些可惜的 不过作为湖南的第一家苹果直音店 它对于本地果粉们的重要性还是不言而喻的 大家来长沙旅游的时候想必也不会错过这里 那么这次来到长沙参加Apple Store开业的视频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那在一周之后呢 我会在评论和弹幕里面抽取一位幸运的小伙伴 送出我在开幕式上获得的这样的一件 很有纪念意义的T恤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投币 然后多多的评论和发弹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